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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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越冠军就是副经理 副经理 副经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经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副经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想要说的话 还说不出口的话 把藏在心里的话 还要大声唱出来 想幸福出发 还要大声唱出来 欢迎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 谢谢乐队老师 本来不是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 独家冠名播出 婚庆黄金9999专家鸳鸯金楼 希望你们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来 同时也可以拿起你们的手机 任何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制作 我们邀请了四位参与我们今年 杨年春晚创作的演员 他们尽管上的是杨年春晚 但是在生活中他们是牛 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人愿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劳动的快乐吧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接下来上场这位委托人呢 他是2014年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 也是春晚舞台上的一位草根明星 让我们掌声有请委托人杨帆 谢谢大家 我想对你说 画到嘴边有眼下 妈妈 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滑 哦妈妈 哦妈妈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为何失去了光 我妈妈 我妈妈 要发满 我妈妈 祝福你的妈妈 你的眼睛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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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第一次上春晚 先说说上春晚之后的改变吧 回到我们地方也好 回到我们三栋窝工作的地方也好 就是很多人都都认出来说 这个不是那个行李哥吗 行李哥 他的本职工作是酒店的行李搬运员 他说行李哥 这个歌是不是哥哥的歌 是歌手的歌 是的 这个称呼是在上春晚之前就有了 是因为你搬着行李的同时 都会给大伙唱歌吗 不是给大伙唱 是我边干活我就边唱歌 你唱歌你觉得你最擅长的是哪一种类型的 我也没学过 也不知道自己擅长哪一种类型 哪一种曲风的歌 我就知道我能唱挺高 标高音能多高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没学过不懂专业的 那你标一个给我看看吧 什么歌高 什么 天亮了高 高 那是真高 唱唱天亮了 好 韩红的 啊 啊 睡着啊 那乐队老师 谢谢 那是一个秋天 风儿那我缠绵 我缠绵 让我想起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 黑暗中泪水 沾满了双眼 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 那个妈妈就这么重远 留下我在这搜寻的人世界 不知道未来 该会有什么风险 我想要紧紧紧握住她的手 妈妈当时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 好厉害 你真的没学过 哪有时间学 这不可思议啊 你真的是有一种能力 一种魔力 就是我可能刚开始在做别的事的时候 你一唱歌我一下 注意力全都过来了 放假手里的事 你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马上投入到你演唱这首歌的意境当中 你自己知道这事吗 我不懂这个事 但是我自己 但是我就是自己吧 就是我每唱一首歌 我都很认真 就是想很用心 很用心的那种把这首歌唱好 没错 杨帆歌声的魅力 绝不仅仅是她的高音 她的歌声里面有她那种 杨帆起航 乘风破浪的那种气势 她有一个名号叫行李歌 对 还有一个称呼叫不孝歌 怎么说 就是她不太爱笑 是 那是以前了 为什么不爱笑 也是因为家里家庭的缘故 爸爸得病了 癌症去世了之后 我们家庭造的也是自力破碎的 我只能每天拼命地工作 来替家里还债 养护我的母亲 你母亲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母亲也是因为就是打工 我们在打工期间 我爸爸走了之后 就是我母亲带着我们两个 那个时候应该是去辽宁城打工 就是我妈我母亲也是给人做了个家政 就是查玻璃 在楼上掉了腰 腰摘坏了 就是给我们家里边真是雪上 加爽 我姐也没有办法了 也不能打工了 就是我妈和我姐都回老家了 我姐照顾我妈 所以现在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全在 对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几乎就是都是我自己了 今天你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是想要感谢谁 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我工作地方的董事长 我知道你上星光大道是 你们的董事长推荐你去上的是吧 对 哦 你们老板替你报的名 对对对 不是你自己 不是 来我们赶紧有请 今天的接收人李乐林有请 有请李先生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千里马长友 伯乐是很难遇到的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想到推荐杨帆去星光大道的 每一次都是有这个员工大会 我们公司 完了俺家董事长也去 就是我们每个部门 俺家员工挺多的 出节目 对 每个部门出节目 我拉家董事长说 哎 这小子这小伙唱的还行 我拉家董事长也 那天就把我教训一下 我去参加星光大道 他当时不乐意 我说为什么 他一直不好意思的讲 后来我才了解到了 原来说 或者还能价格价格 我都知道你这还得请教 这不上班的工资没了 你这还得吃 还得住 这北京的消费多高啊 是 你跟老板提了这事 老板就说 我说我不去 那董事长说 没事 你这啥年不用担心 你就去好好比你的赛 比上就比上 比不上就拉倒 公司里边还给你开工资 吃住行都 公司都给你 都管了 你到北京来 参加星光大道 吃住行 对 都是公司给你报销 对 哇 这 您对员工都这么好吗 老板 他拥有这个体能 应该培养他 你们老板一登堂以后 你现在就玩话筒了 就跟孩子似的 其实 其实从小吧 就是没有得到个太多的父爱 就是我在我们公司 现在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 那我当自己儿子一样 其实我也把人家董事长 当成我的父亲 今天您还带来一本 证义书是吧 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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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典故吗 当时我们公司 为了鼓励他 说你只要是 拿到了旧冠军 旧冠军 你只要 做领班 做领班 等等慢慢讲 他本来在参赛之前是 就是普通的服务员 拿到周冠军 您提他 领班 当领班 拿月冠军呢 拿到月冠军 做次副经理 副经理 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 2014年年度总冠军 那就是 现在我给他带来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不会吧 星光大道的颁奖典礼 还没有结束 正在向幸福出发继续 咱们现在可以有一个仪式了 董事长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把拼书交给他的时候 告诉你的妈妈 姐姐 让她放心 公司一直支持你 物理你得到哪里 物理有什么亏难 尽管给公司讲 你永远是公司的眼 谢谢大家 我一定会受伤 杨帆 你有福气 能遇上这样的 好机器 好公司 好老板 真的是像家人一样的 让你没有任何的后妇之忧 但是杨帆 这个职位 对您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也是责任 放心吧董事长 我会全力以赴的 完成在公司的所有的工作 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就让你惆心 好 特地计刺同意 杨帆 今天所有委托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给董事长唱什么歌 跟我们家董事长 这么多年了 我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 今天我就想把父亲这首歌 送给我们家董事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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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爱干系吗 一切挂到孩子啊 长大了 感谢一路上有你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鸳鸯金楼 为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委托人 准备的这样一份幸福礼包 感谢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上场为委托人呢 他可以说是春晚的老人了 有多老呢 给大伙说一说 他第一次上春晚是1995年 最近一次上春晚是2015年 在这20年当中呢 他一共上春晚10次 而且每一次上春晚都能够留下非常经典的台词 让我们掌声有请孙涛 向幸福出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今天见到你们 我很兴奋 虽然已经过完年了 再次给大家拜一个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和家欢乐 一顺百顺 永远没毛病 有请孙涛 王冠好 小平好 你好 我见到你 我骄傲啊 我见到你 我也很骄傲 你怎么 跟我们配合一下 你刚才对我搭档说了一句什么 再说一遍 我见到他 我很骄傲 怎么了 你才上事了 怎么了 你才上大事了 请坐 其实我见孙涛上春晚 所有的小品表演 我觉得他特别有语言天赋 就是说的话很有意思 这都是哪里的方言呀 你跟我说 说的最多 因为我是山东人 所以一般都是说山东话 完了河南话 说这两种比较多 今天我上海人 对 这个如此有语言天赋的孙涛 是不是跟我随点上海话呀 你刚才说了两遍 我听成了 他如此有女人天赋 语言天赋 语言 不是女人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请原谅 他对咱们上海方言不是很了 对对对 那咱聊聊呗 好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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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恰似他弄了 我恰似他弄了 真的什么意思 一句没听懂 我跟你说 就是你好 你好 你特别嗲 特别棒 我喜欢死你了 喜欢死你了 叫 我恰似他弄了 那你说句话得慎重了 你再说一遍 什么来着 我恰似他弄了 那你这话得慎重了 今天你跟谁来的 谁跟你来的 你要想清楚 你对着镜头前 您的老婆说吧 我恰似他弄了 老婆 我恰似他弄了 听得骨头都酥了 没事吧 没错 我跟你说 上海话特别好听 真的 我是很多年前 在上海有一次拍戏 完了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里边 完了上海人说话 我也听不懂 但是因为当时 我们正在研究剧本 我们把那个门开开了 结果上海的两个女服务员 可能就在旁边 那个服务台正在那 就是说这种话 我会发现 那个意思 好像正在说这话的时候 一个男服务员来了 完了那个女孩子就说 阿公好 阿公最好 阿公不用 阿公呀 把我们记得 心都痒痒 上海话挺好听的 上海话不好说 没错 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 刚刚几句特别标准 他四川人 要不你跟他学的四川话了 四川话不用学 你应该会 你说两句 我说的不地道 你说两句吧 反正我作为四川人 我听一听你说的地道不地道 说嘛 行嘛你 你是个爬耳朵 你才是个爬耳朵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没听懂 爬耳朵什么意思 再听翻译一下 怕老婆呗 耳朵是软的 怕老婆 在四川话里爬耳朵 你一不小心 把自己的事给说出来了 合适吗 这是天下已婚男人的秘密吗 我以为这个是 我知道 你也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全部人民都知道了 大家家民看着 好像很男人 实际上 很女人 很巨内的 很巨内的 真的 亲爱老婆的表现 我们其实私下 应该是老大哥 叫涛哥 你的年龄是秘密吗 不是秘密 不是秘密 大家猜一猜 你都叫他哥了 三十五 你先说一下你的年龄 嘉明哥 我四十几年 嘉明哥四十 叫涛哥 你们想想看 三十八 不要说 真的 你看他现在 包括他在小品中间 影视剧里面 就是三十五左右 对不对 实际年龄 五十三 没有 十几年龄 四十七 那看不出 四十七 真的看不出 对 我觉得你和林志颖 有一拼 真的吗 那没有 我觉得人的心态很重要 对对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可能 与遗传也有关系 因为我父亲就 就我妈 我爸我妈都很年轻 我父亲八十 今年八十一岁了 完了 看着也非常年轻 就感觉像个 七十岁 六十八这样 那真是遗传 遗传年轻的基因 多好 其实 嘉明也很年轻 你看我这白头 王冠不说 王冠在我心里 我本来就很年轻 好不好 我就是说 你现在还 就是你刚刚成年 你知道吗 这我不敢说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有说 真要去运动运动 你发现没有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相汗淋漓 好像这个话 是形容女孩子的 其实也不是 就是当你 很长时间不运动的时候 你打完球以后 你会觉得 你身上的那个汗 是有一点点味道 但是当你经常的出汗 慢慢慢慢 你就会觉得 这个汗就没有味了 其实它是一种排泄 就是汗也会把你身上的 这些毒气排出去 因为我跟你说 为什么女孩子 有的时候显着 女人会显着比男人 统计 她的生命 会比男的长 对 我告诉你为什么 女孩子呀 她有时候经常哭 泪水是排毒 对 对了 你经常哭一哭 你都会很年轻 你想活的时间长吧 哭吧 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 哭吧哭吧 我还是选择相汗淋漓 这一番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兴趣爱好 舞台上造型百变 生活当中 涛哥造型百变 咱这有证据 看一看 这是哪一年拍的 这怎么看起来就像25岁 没有 这个是 其实是去年拍的 去年也就是 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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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6岁 第一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化妆了 我们在做节目 第二是 她用了一个 叫美颜 你也用美颜 她那个相机是美颜 我不知道 她说涛哥 我跟你张张相 我说好 就是唱山路十八弯的 李琼 李琼 二炮 武警 武警 你拍完我就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这是她的真实身份 就是说她是一名军人 你现在正步走 一些规范的军事 你还能够展现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 那些必须的 来来来 那嘉明你来喊吧 先说李政 先说李政 李政 上去 再李政 李政 起步走 你要说 请你算好距离好不好 向左转 好 起步走 向左转 别回来了 好 李政 再见 最帅的要看这个军理 是是是 李政 建立 标准 标准 李平 向左转 起步走 不要回来了 真帅啊 其实我很小当兵 我十五岁就当兵了 那你的兵 兵灵 很多年了 三十年了 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 所以你是参军入伍之后 是在部队中 你的这种文艺的天赋被发现了 对 你并不是因为文艺而穿军装 对 这是看到的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生活照 一起来看一看 哎呀 他在唱戏呢 这是谁啊 我 涛哥这是您啊 我 我是本身的家民 我爱唱戏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 像发达样本戏 对 我们就是没帅房间 可是你的这个扮相 这是这是木贵英吗 木贵英挂帅 我是到河南那个 黎原春栏目 完了以后专门 他们给我 让我唱一段 什么角 是什么 木贵英啊 木贵英是轻衣 轻衣 我不是 现场听听 木贵英是轻衣 涛哥 轻衣怎么了 您是小生吗 一大 这没问题 哎呦 嗓子好极了 来吧 嗓子都开了 直接唱吧 哈哈 来 我们认识一下 孙涛的另外一面 哇 来 买买买的三声号 路从来着 也不忽力发出来过 到过程 从戴金关 鸭双鸣 当年把铁角 我又开上了声 顺情 飘如远 风无淡的 木质 真 乾坤 山儿上 写着 红南红天后 不是鬼影 谁留下 我不是 三分 有关 三清 好 好 好 我这同一回 听他唱的戏 你也同一回 听到吧 而且关键 他唱的是轻衣 我觉得这个熏陶 很重要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的时候 看电影 都是扒达样板戏 完了以后 智取微虎山 红灯机 白猫女 深藏不露 今天您是委托人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说说 您想要感谢谁 接收人是谁 我要感谢的人 其实很多 但是我觉得 我最需要感谢的是 我的 是我太太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周星之眼的 叫陶学威龙 陶学威龙 我也看过 我很有体会 我就有时候进学校 那个校门 我都觉得是一种很痛苦 因为我学习不是特别好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学习不好的孩子 是北京人讲话 不受待见 老师也不是很喜欢你 那么同学 也不是很看得起你 那么一般安排座位的时候 都是最靠后 我始终没有感觉到 就是现在天上 一种快乐学习 我没有感受到过 但是我后来感受到了 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后来考上了 解放军艺术学院 这两年的大学的生活 我遇到了好的老师 进了一所好的学校 那么他突然让我感觉到 学校的生活 是那样的美好 于是你开始恋爱了 对 因为人一美好了 自然就会有更美好的追求 是吧 家明 继续 我觉得你这个校 稍微的有点不太好 你严肃一点 他是靠爱情 被拯救的一位好学生 被爱情拯救的学生 是多么的好 很幸福 我就后来在学校 遇到了我的同班同学 现在的我的太太 我们俩人后来在学校就好了 别忽略这个过程 当时谁追的谁 是你 你追的你太太 我觉得这样 就是 我跟你说王冠 你是真女人 怎么了 就是一般女人 一定要问这个话题 男人是不会问的 谁追谁 女孩子很重要的时候 你没感觉到 刚才王冠那个感情 是很真挚的 那个眼神透出来 是很真挚的 这个问题问的好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跟我说说 孩子 我告诉你 当年叔叔追的你婶 真的 有勇气 好 我觉得这个也很小 男人嘛 有的时候你要主动 对啊 对啊 你不主动 难道让女孩子主动吗 对啊 你想想对啊 学习也不好 就是学习不好 其实学习不好嘛 他都要做点主动的事嘛 对啊 而且后来到大学以后 学习突然感觉不错了嘛 心情一好 完了以后就 我就跟我 现在的太太 我们俩人就好了 我今天来的时候 其实我还想了一下 我们从90年开始入学 到今年2015年 我们已经整成25年了 哇 我很感谢我太太 因为我俩正相反 我太太东北人 她是辽宁丹东人 我觉得她可能 未必能当一个 很出色的演员 但是她一定是一个 特别出色的 一个策划者 我太太经常都是 我不行的时候 我太太会 后边狠狠地推我一下 很多次 而且都是特别成功的 我从学校毕业以后 我当时考了 北京驻京的很多文艺团体 我太太说 你为什么不去考 总政话剧团 在你内心 总政话剧团 对 家明你懂我 我就觉得 那么高的一个团体 那么多的知名演员在那里 我怎么能考那个团 我太太说 你去考总政话剧团 我印象特别深 我说行吗 我太太说 行 没有问题 你肯定能考上 我就去考去了 就考上了 我刚到总政话剧团 还没办关系 就代表总政话剧团 参加那个小品 戏剧小品电视大赛 咱们央视的 我当时那个小品是纠察 是我们班的课堂练习 我记得那个小品 对 那个小品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在学校做的课堂练习 也是通过那个小品 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 完了这个小品的点子 其实上也是我太太出的 就是我太太 她是从沈阳京区考到军役的 她一下火车站的时候 就被纠察抓住了 我太太说 我那个从火车站下来以后 就被纠察抓住了 我说好啊 我咱俩做这个小品 我演纠察 你演那个女围兵 她说可以啊 我俩就一起观察生活 完了以后 我们就专门到动物园去观察生活 就通过这 这个 观察生活你笑什么 这个笑点 动物园 到动物园观察生活 不是 不是到动物园观察生活 你看 因为这个笑啊 哦 是这样的 我解释一下啊 那个动物园啊 北京 在北京的白石桥 白石桥呢 往北去一点 就是解决女主学院 白石桥那个地方 专门有纠察 它纠察不是全北京 乱跑 它有点的 就在动物园这 是个点 是你自己表达不清楚 哦 你是在动物园附近 哦 对 观察人的生活 哦 对对对对对 我说错了 对 你不带人家笑 家明 就是主持人 我再重复一遍 是在动物园旁边的 观察人 的生活 生活 而不是为了演去观察 对 那个的生活 哎呀 家明啊 要不你怎么当主持人 我就没有表达清楚 我跟你说 我这个表达能力 是有问题的 我演的小品 春节晚会 吉祥三宝 就是我骄傲 那个作品 在没演之前 让我去念本子 我念了它本子 差点给毙了 为什么 念了以后 大家也没有一个笑的 所有编导组的人 都很严肃 这个作品不行啊 我说我念的 是不是有问题啊 当时是朗坤导演 说你这样吧 让他去演吧 他演一行 他说不行 我就演一遍 演完了 把大家演乐了 就是我有时候 语言表达能力 是不是不太好 没有 但是我确实 我有个语言表达能力 行吗 别不自信啊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这样 想走 完了 其实输归正传啊 包括纠察 参加大赛 我说我不行吧 他说你行 你参加吧 他那小品多好啊 我说那能进全国吗 三百 两百多个小品 没问题 你能进决赛 我说真的吗 他说呢 就进决赛 进了决赛 当天我去他家直播 我太太说 你今天晚上能拿一灯奖 你太太惊口啊 完了我就去了 就拿一灯奖了 真的 就是这么绝 你有没有后来 跟自己的太太聊过这个事 就是说你是靠什么样的能量和感觉 能够做出这样的一步一步 事关你人生重大的这种判断 聊我聊我 他说他的回答是什么 秘密 这是秘密 要不都知道 但是他跟你说了 他跟我说了 他跟你说了 你知道我特别旁人是怎么看的吗 听完这些故事 就是孙涛今天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娶了这样的一个太太 换了别人 他就成功不了了 对的 是吗 你是很对的 真的真的玩玩 你不要笑 我一直这么认为 这个不丢人呢 孙涛 你怎么这么笑 我要做男主持人帮你说两句 那换个角度来说 他现在注定就属于孙涛 也只有孙涛这样优秀的男人才赔得上 对 才取得了回家 对 这个是我是认可的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发现你在家里是墙头草 就是这样的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没错 我太太经常在家里指挥 我就前面冲锋陷阵 就是这样 而且我特别认可这句话 家和万事兴 没错 你在家里边 这个家和了以后 你在外边去工作也好 干什么也好 都会特别顺 问一下您 2015年的春晚刚过吗 太太有没有跟你说 2016年的春晚 你一定行 这还没有说 这还没说呢 但她跟我说了 你一定能上向幸福出发 好 哎呀 今天特别可惜 因为我们通常接受人都要来到现场 但是今天 孙太太没来 但是我特别能理解 就是孙涛说 她特别保护她太太 因为对于媒体啊 公众镜头 我觉得 就是对于家人来说 可能这一份责任 是我来承担的 那我太太不是目前的人 我觉得我应该去保护她 这点我特别能理解 谢谢 谢谢 因为我太太吧 她就是不太愿意上镜 是 不然上镜 其实我有时候挺想让她来的 但是她不来 我觉得我不能去抢过她 一定要尊重她 这样 孙涛 那就给太太打一个 也许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一个 可视电话吧 就是通过我们央视 你也知道这个时段 央视的广告30秒是多少钱 我们把它换成可视电话 肉不肉麻 你选择 来 就是这样 我突然有点紧张了 老婆您好 那个 我在向幸福出发 我今天挺激动的 这两个主持人吧 他们俩人威逼着我 一定要给你打个电话 就这个 而且说呢 很贵 说这个广告费很贵 既然很贵呢 咱就多花她一点时间 对吧 咱就往常了说 咱们先从1995年开始说起 开着玩笑 我很感谢你 我认为我一生中 三个女人对我很重要 第一个是我的妈妈 她养育了我 第二个 是我的女儿 她让我更加有工作的动力 让我有一份做父亲的责任心 让我知道了做父母的艰难 最感谢的就是你 我很爱你 我知道你也很爱我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我呢 从小当兵 我其实 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家庭的这份爱 但是是你给了我这个家 每天工作在内 我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你在家里边忙碌 其实我特别的幸福 我在外边工作 你其实在家里边更辛苦 多了不说了 这么多年了 我就说一句 我爱你 I love you 哎呀 我带羊花了 说完肉麻的话之后 献个歌吧 那我把一首两只蝴蝶 献给我的太太 也感谢嘉明 感谢王冠 谢谢你 今天跟你们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祝咱们向幸福出发 一直出发下去 好 谢谢您 我们也收获波风 谢谢 祝福你 祝福你和你的太太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轻面带四角梅回 亲爱的 你长长嘴 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我和你沉醉面面翩翩飞 飞越这红尘 爱要大声唱出来 能陪你一起枯萎 也无悔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接下来上场的呢 是2015年一只 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 说主持人不要用枝 用头 洋药 对 他是33年春晚历史上 第一个吉祥物的主持人 对 他可以用枝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片段 好不好 来 拜年了 拜年了 我是出发机箱屋 杨阳 祝大家杨年里 杨美吐气 杨阳得意 杨官大盗 喜气 杨阳 有话说得好 物以类聚 杨以群分 不对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 那叫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杨也是一群分的呀 自乎以来 杨通祥 所以 只要杨阳出现 就是来给大家 送好运 送吉祥的 同胞要来咯 你不会把小萨请出来吧 没 我是想说杨阳 其实给今年的春晚舞台上 增色了不少 也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送去了快乐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这当中啊 有一个幕后扮演者 付出了很多艰辛 的汗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的名字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委托人 李逵 有请 想幸福出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你好 这么秀气的男生 也敢取个这么霸气的名字 你那俩反腐呢 放家里了 李逵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现在是在哪儿就读 大家好 我叫李逵 今年23岁 现在是辽宁大学表演系 大三的一名学生 哦 辽宁大学表演系 这样 学表演的 我们得考核一下 一般学表演的人 很会用肢体语言来展现 所以呢 我们有个小游戏 好不好 这当热身嘛 我们大屏幕上会出现各种词 然后呢 你做动作 我们请一位现场的观众 根据你的动作来猜 来我们现场找一个观众吧 自己举手好不好 哦来 这位帅哥 有请 请桌都关上 来 我们加油 现场计时开始 第一个是 两个字 两个字啊 两个字 拿着话筒 什么什么 话筒 两个字在 王吗 关观众 但是 再等一下啊 很明显啦 你见过这样的王八吗 蛤蟆 一抽 哎他故意掉 一抽 青蛙青蛙青蛙 对啊 你都穿了这色 来 下一个 第二个 居然能猜王八 也是两个字 哦 这个有点难了 啊 佛像佛像佛像 下一个 还没做呢 拜托请 拜托请 招财猫 哈哈哈哈 招财猫是这个 你还有感想力 两个字 两个字 这有声 有声 虎 水虎 两个字 接近接近 好了 换一个词 水虎 怎么呢 什么虎 茶虎 对 下一个 还不错 陷入加进 啊 这个是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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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第一个 一首歌名啊 拽 三个字 这个这个 这个 飞 炮 对 第二个 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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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警察 反正那个是 就是这样 第三个字 小 小操 警察 警察 赵小操 不错 有默契了 还有吗 还有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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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太准了 你这不可以守起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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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在结婚的时候 是最怎么呢 不能说 不能说 啊对 好 撒娇 好难呢 结婚的时候撒什么脚啊 都起回家了 还撒什么脚呢 就是 就是 我们走了 那个应该是 换一个词 出发 对 完之后 结婚的时候特别 像幸福出发 哎呀 好棒啊 不错不错 小伙 我全部答对了 来掌声鼓励一下啊 你除了第一个王八 有点可爱 谢谢 谢谢 来 有请李亏 有请 好 说说你跟杨阳的关系吧 我们在春晚上看到杨阳所有做的动作 都是由你来完成的 是不是 对 因为我刚开始身上一共是有17个感应点 脚上两个 这个两个 这个两个 腰上还有一个 就是 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传感器在给你带 对 我说吧 就是我咋动 这个羊咋动 他就跟着一起动 对 可能看照片 听他这简单的描述 大家还不能够很直观的了解到 他们之间的动作传输是怎么样来完成的 我们这里有一段视频的记录来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虚拟的形象 他究竟是在春晚舞台上怎么表演的呢 因为也和我们主持人一块进行了互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杨阳的世界 好 为了实现 让杨阳真正动起来 在春晚舞台和全国人民一起联欢 春晚剧组第一次把国外动画电影中使用的动作捕捉技术搬到了舞台上 把真人模拟和动画结合起来 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浮动 他都会捕捉到是吧 然后会投射到这个上面 对 他是通过服务器在合成 服务器里面本来就有这个杨的造型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模型 然后他通过他这个关节点的动 然后引导那个动画模型的关节点的动 然后他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在现场 这个不停的做着各种动作的小伙子叫李逵 是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 春晚播出时 吉祥物杨阳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 都需要李逵通过自身的动作来准确传递 别小看这些简单的动作 由于需要同步配合 李逵每一个动作幅度的大小 都会直接影响杨阳在舞台上的表现效果 一会儿功夫 李逵就累得满头大汗 曾经为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配音的央视主持人刘春燕 还是第一次接到春晚的邀请 第一次给吉祥物配音 在这个面目表情到时候可能会捕捉的是我的面目表情 所以我还要那个就是夸张一点说的时候 他有一个稍微有个小小的延迟 所以他动作要慢一些 所以我的这个语言可能跟他的这个这个动作 要配合的特别严丝合分 作为特邀主持人 吉祥物杨阳要和真正的主持人 一起互动 连妹主持春晚 究竟怎么更默契的配合 春晚开始前 主持经验丰富的小萨心里也没底 就是模仿小杨肢体动作的 包括给小杨配音的刘春燕 他们是在另外一个演播室 而我身边呢是空的 就我必须想象着 我身边有这么一对红乱条的小杨 然后他的位置在哪 他现在是什么表情 我要跟他以什么样的状态说话 就万一那个直播的时候 观众朋友觉得 我和虚拟的这个小杨之间的配合 万一要是眼神对不上 甚至包括我的动作 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上的失误 这点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今天揭秘了 我才知道 首先我才知道 小萨身边的杨阳是空的 对我们都是无食物 他就想象着 他的鞋下方有一个小杨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我在另一个空间 想象我旁边有一个小萨老师 只能听到声音 前面有个显示器 就这个杨阳我咋说 我挺恨的 你瞅 站在那块挺可爱的 给我折磨完了 你看他这个手 他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我每次排练的时候 一般都是连续七八个小时 我的手一直是这样 抬太高 这个手就会穿到这个脚里去 哎呀别倒啊 就是特别难 然后我通那个显示器 就是看到我俩最终形成那个画面 它还是反的 假如说 你打我一下 你打我一下 我应该条件反射 我这么躲吧 他不行 你打我 他就往你这方向躲 这就更难了 对 我以前还以为 这个就是刘春元老师的 这个配音是之前配好的 我都不知道那是现场要完成 全是现场的 对啊 我觉得这几方 他们的配合要相当默契 而且我特别害怕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你要是传输过来 可能会慢个0.001秒 怎么办呢 对因为这个杨 就是我做出来的动作 它最终呈现出来 它是晚了两秒钟左右 反正我必须得把刘春元老师的 那个配音的台词里背一下 我先做动作 就是刘春老师没等配音的 我动作就已经出来了 就假如先再配合一下 比如说我说 我准备说 大家好 对就我已经做完了 他已经做完了 我才说 我已经做到下一个动作了 对你来说真的是压力很大 你不能有一顶点的错 对特别有压力 在这块练完之后 七八个小时 然后谢谢继续之后 回到宾馆自己还得练 那你现在在辽大 回校园 应该不一样了吧 还好 因为我是在他的后面 对 一说羊 他指的是这个小羊 对 但是我说那是我 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是我 刚开始接到那个邀请函的时候 周围没有人相信 就我自己都没相信 其实我自己做白日梦的时候 我梦着我当过男一号 当过影帝 就只有白日梦做过 但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 我就能上到春晚这个舞台上 我记得有一回我跟我妈说 我说妈今天我可能要上春晚了 但是我妈非常淡定地给我来一句 儿子你这能不能有点正行 能不能别闹 然后我就怕你 怕你 你信不 我怕这么的 我不想出示你妈的话 啥也没说 后来我就收拾 行李要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半信半疑 家里谁最支持你 我的姐姐最支持我 我记得那个时候 她就说老弟你去吧 姐姐今天就在电视前 等着你在春晚上出现了 但是这个 这也是 她最后给我说一句话 这时候一直不想提起来 真的 我保证 这个事我只是在向幸福出发 说这一次 因为每提起来一次 心就会痛一次 我在参加春晚那个时候 我姐姐那个时候就已经查出癌症病了 已经三个月了 但是家里人都没告诉她 我还在春晚这边 还演着个羊呢 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妈妈告诉我姐姐走了 其实有时候我就想说 我一直在给大家知道喜剧 但是我自己吃个悲剧 就我什么苦 我都能承受 别看我小真的 什么苦我都能吃 但是就这种 这种亲人离别 这种痛我真的 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就说这一次 再 我一定不说了 说一次 难受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沈阳上学 然后姐姐是在长春 她在长春的医院 那个时候每到周六周日 我就得是卖票往长春跑 当时她不知道 大家都瞒着她 说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普通的病 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咋回事 所以每次回到医院的时候 真的是在那个医院门口 真是自己先 先哭够了 哭个痛快 然后擦个眼泪进屋 还得陪她笑 还得逗她开心 还得跟她吹牛 说老弟今天上春晚了 老弟以后就挣大钱了 所以说每次回的时候还好 就怕我要回学校了 要走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 下一次能不能再见到 参加春晚这个事 其实挺矛盾的 因为姐姐那时候给我打过电话 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想看看我 往我说春晚 因为春晚这个事 是我人生这一辈子可能 去经历这一次 我也不可能轻易放弃 但是我还 真的没想到她会走那么早 她也没有看到春晚 最后也没有看到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不可能什么好事都 都落在我身上 我有这个 33年第一个即养物的扮演者 就是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很棒了 李坤 人的离去很 很正常 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应该学着去接受 没事的 我会 很快地走出来 过去就过去了 你好好的 对不起大家 真的对不起大家 不要说对不起 你是对大家信任 你是对观众的信任 对不起嘉明哥 那个没有 陶哥说了吗 来吧 我跟这个杨阳合张照吧 来 学阳老师 给我照张照 你还没有跟他合过照吗 合过 就是但是今天我看到他 我就感觉特别的亲戚 来 我欣赏一口 姐姐能听见 姐姐在天这边能听见 你有什么话对他说 其实 有很多话想跟他说 姐姐生前就是 最疼我的 他有什么好吃的 都给我留着 这回他走了 我就告诉他放心吧 这边父母还有我 我会好 我会照顾好父母的 只要你在那边 能够开个信心的 永远保持着那张 乐观的心态 祝姐姐开心 这些话 不要一直躺在心里 尽管你没说 不敢去想 真的不敢去想 但是什么事都能 都能联想到他 姐姐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照顾自己 还有你所说的爸爸妈妈 我相信 姐姐的离去 对你来说是一种打击 对爸爸妈妈来说 何尝不是 今天 爸爸妈妈都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来我们掌声 有请 快把眼泪擦上 欢迎两位 二位好 今天有点失态了 这是真情流露 爸爸妈妈刚才 因为也做大观众席 所以都听着刚才的故事 我看到你们二郎也都流泪了 说说你们的儿子吧 李逵在我心目中 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他现在还是个学生 就不能为家里赚钱了 挺懂事的 爸爸呢 我也不会说啥 我是纯粹老百姓 种地一出人 家就种十三亩地 十三亩地 一年收入两万来块钱 还在谈点书 爸爸我听说 爸爸我听说 您女儿生病那会儿 你们也是欠了很多债是吧 对 现在还亲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其实压力最大的 不是我 是我的父母 因为他们现在承受着 失去女儿的那种心痛 还面临着 被解决支币欠下的几十万元外带 所以我也向你们保证一下 你们也别有太大压力 你看你儿子现在也能挣钱 那么不是 慢慢还呗 你现在读书 你也有你的经济来源吗 对 因为参加《笑江湖》的时候 之后 建了一个演艺公司 每个月有基本的收入 然后还能接一些演出什么的 还是挺好的 可以替爸爸妈妈分担一下 慢慢就幸福了 时间会充断一切的 对吧 对 没问题 下一个是 把她对付正点 人很快就把机会还上 困难吧 就是眼识的 我们也会像戏无处方 说得好 你回今天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收人是爸爸妈妈 在唱歌之前 有什么话跟爸爸妈妈说 虽然 咱们失去了一个最亲的人 但是你们还有我 我会很努力的 成为你们的骄傲 别太难过了 整天开开心心的过 你看我 应该像你儿子学习 我多乐观 你爸爸妈妈唱一首歌 其实这首歌 我还是想送给我姐姐 我姐姐生前特别爱听一首歌叫 丁香花 我希望她在那边能够听得到 其实我这人唱歌真的不是很好听 但是这是我对姐姐的一份思念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 这首歌是一份情 咱有请丁坤 你说你最爱听香花 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 多么犹豫的花 却躲不过风吹雨打 飘啊摇啊的一生 多少美临 of qui 别致的梦啊 就这样匆匆里走了 留给我一身牵挂 那分钱开门杏花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你看那暖山遍野 你还觉得孤单吗 你听那有人在唱 那首你最爱的歌要忘 尘世间多少泛物 从此不必再牵挂 尘世间多少泛物 从此不必再牵挂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本来牧师由婚庆黄金9999专家 约翁金楼独家怪名播出 婚庆黄金9999专家 约翁金楼邀请您参与到我们的 及时互动当中来 只要你拿起手机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接下来请上这位委托人 在今年春晚上也是一位草根明星 她的本职工作是考串店的服务员 大家都叫她串姐 来我们掌声有请串姐 孙丽霞 我为什么还会不得 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知情 我为什么还会不得 爱就不想听断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哇你的早音很特别 是属于女中阴吧 应该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你还能更低吗 可以 真的吗 可以可以 像杨洪基老师的公共长度水 我可用于他的原调唱 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原调啊 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原调啊 是一个人的事 是一个人的事 雪水 浪花淘尽营酒 时分成黑暗风 青山已久得去旅行 白发与酒相逐山 观看秋月春风 一火灼酒西相方 估计多少世人都不想 不敢相信啊 你不是专业的 真的不是专业的 从来没有学过吗 没有没有 你也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吗 是的我是 太厉害了 您是烤串的 在哪烤串的 丰台区分钟寺 她是南方姑娘 她对烤串不太熟 我烤串怎么不熟 我对她这地方不熟 烤串我熟 你的烤串店 我想问一下 跟别的店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的烤串店 串好吃 除了串好吃之外呢 烤串都会唱歌 烤串会唱歌 是你会唱歌吧 当然了 所以 其实如果你在店里烤串的话 生意会特别好 对对 我们一般就说到什么 就做什么 烤串对吧 现场来 上串 好 这么多串多少串啊 这是三百多串 我们现在有三百多串口服了 还有耳服 三百多串 那我现在给大家烤 大家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烤串 好不好 好 串姐 来 有请 这倒是 歌声是绝对专业的 要看烤串专不专业啊 来 看起胸骨唱起歌 起跳马的分身 有点意思哦 千里牧场牛羊装 丰手的装脚山金光 我的胸骨共青肠 愉快的歌声真伤合 偷一声开心红黄 花开千万多 我以为翻译面就是第二首歌呢 来 我们再次谢谢串儿姐来 这边有姐妹们聊 你平时工作其实挺忙的 对 忙 特别忙 你就是边考串边练歌吗 对 考串的时候 你边考串边唱歌 你不觉得枯燥 没想过自己能上春晚吧 没想过 想的 没敢想 没想过 真的她上春晚舞台的时候紧张吧 紧张 天天都紧张 我从来不吊秤 上春晚的时候我就减肥成功了 但是还是胖 但是比以前还是瘦了十个劲 天天紧张 你现在还在这个考串人店工作吗 当然了 还在这 哇 你上完春晚之后 是不是很多人会慕名来到你们的考串店 说我要找串儿姐 对对对对 要听他唱歌 有很多很多都是一般的 还有的说 我是在什么四环五环我过来的 特别就想来看看串儿姐 有没有这人 想尝尝她考气时候考的串儿 我又特别幸福那个时候 今天孙力霞作为委托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你想要感谢的人是谁 妈妈 妈妈从小没上过一天学 她用她自己的话说 学校的门朝哪儿我都不知道 这样 但妈妈也喜欢唱歌 她也想上舞台展示 也想来唱歌 但是她没有这个机会 我今天要想让妈妈上舞台 唱个歌给大家听听 原妈妈那个舞台梦 不知道行不行 我们这个舞台是最乐于做这样的事情 谢谢太好了 有请孙妈妈 阿姨待会您唱歌之前 我给您报个幕 阿姨就别做了 直接唱吧 先让她著名主持人给您报个幕 我给您报个幕 您要唱那首歌 唱什么歌阿姨 你别紧张 好的 唱之山歌给党听 阿姨拿着话 她先给您报个幕啊 大家好 妈妈叫什么 叫魏茂娟 下面请欣赏魏茂娟 为全国观众演唱 唱之山歌给党听 唱之山歌 我给大家 我把党来比末茜 我把党来比末茜 末茜只剩了过今生 我把党来比末茜 末茜只剩了过今生 花蜜茜的花香 我把党来比末茜 请我来唱一唱 接下来请欣赏歌曲 我把党来比末茜的花香 我老板都放过今生 我把党来比末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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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唱得好听吗 谢谢大家 阿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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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抱幕失误了 应该是歌曲连唱 阿姨本来是想唱一首歌 没想到现场氛围这么好 话筒音效也不错 直接第二首歌来了 须之所致 直接到南宁湾了 今天您女儿来到现场 特别要感谢您 说您以前其实生活也挺苦的 当时家里的顶梁柱 是爸爸还是您 他爸这首 右手把辣椒了 那个六十多年了现在 右手怎么了 就爸爸的手被火锯给锯掉了 干火的时候 右手辣椒了 对 锯掉了 然后又锯起来 这不过六一什么孩子 我可辛苦了这样的事情 那他十块钱做一套衣服 我做不起 带那个发呀 老家那个兵 炒点辣椒 炒点香菜 拿着 孩子手委屈了 同时他愿意唱歌 我年上级之前 你一出这团子 昨晚你又唱 我就开始就唱 你村里有个大广播啊 嗯 我就给你大广播唱 到今天我登上这个大舞台呢 我给孩子点光了 要不我上不来啊 说谁理会 我的感谢那姑娘 不是 我有妈妈我就幸福 妈妈在那那就是家 没错 我特别幸福 其实我觉得跟别的孩子是一样的 我没觉得比他们差一点 因为妈妈给我的爱是满满的 谢谢妈妈 妈妈辛苦了 接下来这首歌要不和女儿一起合唱好不好 啊 行 行吗 妈妈最喜欢听什么歌 母亲 母亲 有时候让我给她唱给她听 她自己也唱 跟你女儿一起唱好不好 爱 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 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如雪的西书堡 有人给你摇 鱼正的花折扇 有人给你摇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有人她给你摇 你委屈的泪花 有人给你藏 啊 这何人就是娘 啊 这个人就是娘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 不管你多富裕 不管你管多荡 不管你管多荡 想往咱地 妈 爱 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 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我非常喜欢 静静地听我们每位嘉宾的讲述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话语中 包含了我需要的一切 关于对生活的思想 情感 而且是中间透着力量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 来到我们的现场 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 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下周星期二晚七点半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爱哭 爱笑 爱闪亮的东西 不爱出风头 我不够成熟 但足够真诚 我不渴望变得多强大 只想把最细微的感动都转达给你 我有个华丽的名字 却喜欢简单的幸福 而幸福其实是一场接力 把爱大声说出来 传下去 我是王冠 跟我一起向幸福出发